全球首富马斯克旗下的社群平台X在巴西拥有2200多万的用户 不过就遭巴西政府指控打击平台上的极右派仇恨言论 跟假讯息的力道做得不够 8月底就遭到巴西最高法院下令停止运作 在9月2号的裁决当中最高法院还是维持禁令 而同时马斯克旗下的星链卫星网络在巴西的账户也遭到冻结 这都让马斯克非常火大 现在他誓言将要扣押巴西政府的资产来作为回应 全球首富马斯克旗下X平台争议不断 就连热情奔放的森巴王国也受不了马斯克风格的自由放任 向来反对政府干预内容审查的马斯克 与誓言打击涉美假讯息的巴西鲁拉政府不对盘 最近的导火线是今年4月 巴西最高法院大法官摩瑞斯下令X关闭多个涉嫌散播假讯息的账号 最后X因为没有及时委派新任法务代表违反巴西法律 8月30号下令平台停用在9月2号的最高法院裁决中维持禁令 在巴西打开X平台画面不断转圈圈 巴西政府不但下令国家电信局配合执法 还疑似冻结马斯克旗下卫星网络公司新链 全面封杀X 巴斯克在X平台上辱骂大法官 并扬言将扣押巴西政府的资产作为回应 巴西民众看法两极 X平台在巴西拥有超过2200万用户 但对于平台上极右派仇恨言论 以及巴西大选相关阴谋论 管控力道显然没有达到左派总统鲁拉的期待 张立德编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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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